6月22日中午利用休息时间给朋友们来一个小道家餐 今天小道家餐是两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是用来抄底的啊 主要的这个大板块就是券商 那位说券商真的行了吗 快了 第二个方向是车路云 车路云先看 这个是汽车类 最近汽车类是不是长得不错啊 不光这个还有交通设施 还有公共交通 还有运输设备 那么这几样跟车路云都有关系吗 都有关系 而且他们还有一种共性 好 我们在谈这两大类之前 先把盘面复一下 先看一下大盘周五这一天 看周五看底回升 又打了一个低点 2985点 就差一个点 就把之前三个月之前 那个低点就打漏了 大家瞧 就是这个箱体震荡 这不是箱体震荡 最低点2984点吗 今天这个昨天 差一丁点就把这个箱体打破 一旦箱体打破 那真就叫 头肩顶 就是顶部形成 这还要向下挫 下周这个位置 能不能守住2984点 尤为重要 就在昨天下午的时候 就在这里 一点钟刚过 突然间吹响了集结号 什么东西在上涨呢 国家队 国家队真正的进场了 大家看这个 510 310 看 这不就是国家队吗 护身300ETF 而且这个是伊方达 这不就是国家队吗 而且不单是护身300 这个伊方达 ETF啊 还有这个加石 还有这个华泰和华夏 都是护身300ETF 也都是四个都是国家队呀 看到没 这里面成交量放了这么多 那位说 哎呀 这帮主还真是 成交量放的这么多 这啥意思啊 这不就是国家队进场了吗 那位说国家队进场 怎么涨一下的就不涨了 对呀 人家不能一直在网上拔 人家不愿意花高价买东西 就是拉一杆打一打 当人能往出去跑的时候 人家又开始建仓了 你看 这个护身300ETF 成交量放的多么大呀 而且这是不是形成了一个单真探底 如果下一周在这个位置 要再出现一根上涨呢 就像这种东西 那是不是就叫做啊 这不就是底分型了吗 大家瞧 这是不是底分型啊 没错吧 就画在这个圈内 虽然后面这一根阳线 是我标上去的 这不也就代表着 一旦是明天 就周一要是上涨了 那不就是大盘 这个国家队 护身300ETF 一方达 形成底分型 那是不是接着就要上涨了 如果这个位置 能蹭蹭的涨这么几天 涨几天 这不也就好了吗 那好 这个是主力资金进来了 那么在主力资金进场的时候 在这动了 而且成交量放了这么大 这是多少天以来 甚至于这一根线 就能加上多少天的量 对吧 证明什么 这就是主力资金 但是进的多不多呢 进的不多 全天一共成交是20多个亿 这还不够啊 因为这个位置 一旦要成交得达到这样 看到没 这是什么 这个成交量才够 就起码得成交量翻倍 达到五六十个亿 这才行 国家队一共是四个 咱们指的是护身300ETF 像华泰 华夏 还有这个加石 就是这些东西 都是国家队 那么现在既然国家队动了 能不能证明 大盘在这个位置 就是一个底部附近呢 如果通过这种下跌来看 现在呢 有可能砸到了底部 但从上方 一共下来是18090个点 这够不够 这很有可能够 但是这个地方呢 咱们实话说啊 如果能守住相体的下跪 那还行 守不住继续创新低 跌破了2984 就是周一一开盘 如果夸夸跌破2984 那不还是够呛吗 那那位说 这个到底 这个主力资金 他意愿怎么样 坚不坚决呢 意愿还是挺坚决的 要不为什么到一点半之前 有资金进场啊 这不是资金进场 把他拉起来了吗 但那位又说了 帮主啊 那为什么尾盘 集合性价又跳水了 人家也怕周一的时候 出现低开低走 那么今天把他东西都跑了 你等着周一的时候 人家再要花便宜价格 一买 是不是就相当于做反向T加零啊 对 这就是道理 那好 谈到了大盘之后呢 我们现在再摆这个 假如大盘要是下周 有这种探底回升 大盘现在这不是吗 打到了低点之后 如果再往下踹一脚 上来了 尼松队有股票往上涨啊 那哪些东西 我们特别关注的呢 两方面嘛 第一个 大的方向 咱们给的是呢 券商 880472 你看券商 券商呢 现在又来到了这个区间 这是什么区间 这不就是低点 和低点的连线 现在一直没有破呢嘛 那么现在又来到了 这个低点附近 上升趋势的下回附近 这里面是不是超跌反弹 一触即发 另外从长期看 从这个位置啊 从8月28号 那真是涨了一天之后 就跌了一年多 那么急跌 缓跌到止跌 这个位置可差不多了 现在的成交量呢 已经缩到了很小 你看 说成交量跟过去一比 是不是都缩到了极致 那这个位置呢 急跌 缓跌到止跌 也差不多了 尤其是指数 咱们的券商指数 又在20线附近 一旦 要是反到20线上方 那不就是一个加仓点吗 这个位置 如果要是继续跳空 高开上涨 券商不怕它慢慢上涨 就怕这种起腰额子 如果不起腰额子 慢慢推升 站到20线上方 那个位置 就是我们加仓点 咱指的是券商这一类 因为券商里面 有50多个个股呢 是吧 所以券商这一类呢 大家要拿它 千万别不当回事 那券商 它有两个小名 一个呢 叫做牛式的棋手 就大盘上涨 跑不开它 另外一个呢 就叫做渣男 往往大盘下跌 都是它啥的 最近这不都是吗 它它它 经常性是踏杂 但是现在呢 又来到了20线附近 而且呢 下方趋势 支撑有效 所以这个位置 大盘要是超跌反弹 那这个位置 它就会率先启动 所以呢 一旦要是慢慢上涨 收回到20线上方 那就是一个不错的介入点 这个是券商方面啊 那另一个方面呢 就是车路云 来 我们看车路云 首先呢 先看车路云里面的汽车类 汽车类 从大的方向 你来看 这不是一个 这样的大的横盘阶段吗 如果从再长期一点 这不就是 有一个资金长期介入的过程吗 而且它现在 还不高不低 就属于这种洗盘阶段 更主要的 如果它要是完成了空中加油 就是这个位置 一旦又是放量 那起的会很快 这个就是汽车类 因为咱们的汽车呢 现在是 不光是新能源车渗透率的问题 还是我们国家 就是所有新能源车出口的问题 像这些低空经济呀 尤其是这些飞行汽车呀 等等吧 跟车路云 还有什么无人驾驶有关系的 都跟这汽车类有关系 所以这个东西呢 股山给它拿出来 另外再来看这个 这个是公共交通 也差不多 这不是也来到了 二十线附近吗 那么车路云 还有这些东西 要是涨的话 他们是率先的 假如真的是公交车 也可以无人驾驶 是不是就好了 另外再来看这个 交通运输 如果真的交通运输 未来大货车 像美国那边 还有一些澳大利亚 有一些地方 已经形成了这种 无人驾驶的大货车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司机很贵 就是人工费很贵 真是那句话呀 当人工费一贵的时候 或者什么东西 真正一贵的时候 就开始卷了 现在呢 把无人驾驶都拿出来卷 所以这些运输的东西呢 我们现在还在密切关注 尤其呢 它又回到了二十线附近 如果这个位置完成了二十线 那就相当于空中加油向上干 再来看这个 交通设施 那边说交通设施又咋的了 交通设施 这不也是有长期资金介入 而且这个地方 要是完成空中加油 站到二零线上方 这不是也会一飞冲天吗 好 总结一下啊 那么大盘呢 要想涨 在这个位置呢 现在是实际呢 随便的可以涨起来 只是说你看它资金推不推 如果这个位置往下抠一下 再往下踹那么个百来点 那如果说真正的到位了 可能真是在那 但不管怎么说 就这个位置呢 毕竟从上面 3174跌下来 已经跌了18090个点 还行了 那么这呢 我们应该开始找 找机会 如何能加上仓 现在我们的仓位呢 是八分之一 很轻 如果下周探个底 我们在这上上仓位 是不是也可以了 哪怕在这个位置 是试错上车呢 也可以啊 不行 我们再出来呗 反正加10% 或者加八分之一 都可以啊 不行出来 我们亏损也很小啊 好 那下周大盘怎么走 我们怎么应对呢 我周日的中午 有一个策略会 主要就讲 下周大盘怎么走 我怎么应对 喜欢的点赞加关注 我发策略会 你第一时间就能看到了 好朋友们 明天早间呢 我还有早播报 我们明天早播报 还有明天中午的下周策略会 见